你自己醒了 睡够了就起来 你自己醒了为什么不起来啊 起来 听说小区门口 新开了家面馆 不如我们去那里吃吧 嗯 走 怎么了 走吧 跟在我们身后的人是谁 没事吧 没事 你跑吧 他们抓的是你 你跑到了就没事了 闭嘴 待在这里别乱动 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我就过来 你小心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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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不是我的血 快走 虽然装了消灵器 但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的 老大 我才走了两天就出这么大事 果然没裸不行啊 要不然你看看 把小子调过去护驾 不如我吹 只要有我在 行了 谁能有这么大胆的呀 咱最近也没惹谁呀 当时在市区 还带着协伊北 不方便 不然就提一个回来神神了 等等 小谢也在 能正好逮着你们在巷子里的机会 那群人恐怕 恐怕从我一出门 就已经跟着我了 环城路人太多 他们不好下手 大老大 知道你住在哪儿的人 绝对不多啊 除非他们已经跟了很久很久了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有内奸 如果有内奸的话 一定是很接近你的人 这么想也没用 猜变了也没个结果 不如看谁更有动机 动机 清泽帮得罪过的人是不少 可有这么大胆子 能找到这么多人手的不多 如果是以前的 又为什么挑这个时候发难 哎呀 想这个我是不在行了 总之老大你一切小心 不行就叫我回去 你先在那边好好待着 没想到书这么快就到了 不知道许方晓急不急着要书 先问问他吧 喂 方晓 我是谢一北 我当然知道了 怎么想到今天给我打电话 你要的书到了 你是现在要呢 还是过几天上班碰面再给你 那今天好吧 今天 就今天 那好吧 等会儿见 现在去上班 去给学生送点东西 晚上不知道回不回来吃饭 冰箱里有吃的 我会尽快回来的 这包裹是方赢记的 给学生送书 还要被托去看电影 真是要命 没什么 妈,这么白说 全自己的几盘都好好干了 好到我在那儿跟我抢胜 让我损失这么多钱 我就让他跪着来求我放过他 刚当上老大就这么嚣张 让他继续下去 这老大还有面子出来混 你们 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你们几个确定就是他 没抓错吧 对 疼 本来还想玩玩的 就要这货色的 真扫兴 性增的口味还真特别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们好好照顾人家吗 你们就这样请人 还不是你当时什么都没说清楚吗 抱歉 我不知道他们请人的方法这么粗鲁 初次见面 我叫洪威 我想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我认识你 你是曾白楚的人 上次在包厢里 也是你把小偷带来的 不错 你记性真好 你 你背叛他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楚歌带你 恐怕不一般 他从没带过人去那里 行了行了 油完美 快点看正事 什么神事 楚歌 最近在做一个大项目 应该和国外有不少联系 卖家的名字 路线 出货渠道 我们都需要知道 你和楚歌天天住在一起 总应该听到些什么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会帮你们 小子 你被姓曾的草处感情了 这么向着他 怕是被干傻了吧 够了 反正大家都是一个目的 合作一下不好吗 等扳倒了曾白楚 清泽帮就都是你们的 你们要是还不解气 把他给你们出口气也行 只要别太过分 最后留活口给我 你和他究竟有什么神仇大恨 非要这么做 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 你不会连杀父之仇都忘了吧 你去他身边 不是为了报仇吗 这 什么杀父之仇 我父母是车祸去世的 好几年前的事了 可曾白楚有什么关系 你当真不知道 当初我还惊讶你挺会演戏 挺会装的 哼 没想到 原来是真的傻呀 你给我说清楚 你父母的公司 就是你夜夜同床共枕的曾白楚 下了圈套设计弄垮的 他们也不是什么车祸意外死的 根本就是他指使杀的 怎么 还想不想护着他了 还要不要留在他身边了 你开什么玩笑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信不信不关我的事 你要是有兴趣 等会儿 就让你亲耳听他说 曾白楚什么时候才打电话过来 你急什么 应该没多久了 应该没多久了 听我的没错 都这个点数了 才想起你的小情人了 该不是大清早欲求不满了吧 你是谁 曾老大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抢了我两批货还挖走我的人 是你 怎么 想来这儿发展 可不是 也想沾沾曾老大的光 所以借你的小情人给我当几天导游 我想 曾老大不介意吧 你喜欢什么样的跟我说就是了 这里的美女多的事 何必委屈自己 不必麻烦 我就耗着口 真是太客气了 姓曾的 名人不说暗话 你之前跑到我的地盘做生意 抢走我的货 我都不计较 这批单子你不放手 你的小情人恐怕不会太好过了 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个放手 会不会放手你自己心里清楚 对啊 你那个小情人呢 虽然长得一般 不过身子的味道还挺不错的 就是体力在场 随便找几个人轮了他一圈 就晕过去了 你倒是不讲究 他长成这副样子 你也能硬起来 我就这个优点 不挑食 不过相比曾老大 我可甘拜下风啊 杀了人家的父母 还能让人家心甘情愿地 帮你洗衣服做饭暖床 这本事我还真想学学 过奖了 送上门来的而已 不要白不要 大过年的动刀动枪也挺没意思的不是 既然是曾老大身边的人 我也不多人所爱 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要听到满家那边重新招标这批货的消息 故事然你的小情人 恐怕只能分成几块了还给你了 轻泽帮的事物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早就听说 轻泽帮的曾白楚做事很辣铁石心肠 我还以为只是江湖传言 看来还是真的 好歹一夜夫妻百人 说不要就不要了 都不是善类 你又何必做出那副悲天悯人的样子 何况 你已经知道我和她是什么关系 怎么还会蠢刀做出这种事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报复才留下她的 伤也伤腻了 你要是有这个兴趣 就帮我解决好了 操 他有种敢挂我电话 这小子怎么办 反正没用了 杀了算了 这有什么怎么办 等着呗 没提早查清楚她的底细 是我们疏忽了 不过 又不止这一条路 曾白楚 要真为这个男人而随便放弃 那才叫我失望 对了 上次你说 安插进去的人 可靠吗 这个你放心 绝对靠谱 好 那我们先离开再说 等等 我父母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自己去问好了 前提是 你还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的确是赠白楚的事意 这次 似乎小自欺欺人 也不可难过 臭 曾白楚现在还没来 是不是真不打算要这小子 就这种货色 他也能用来暖床 我看看你是比别人身子好些 还是怎么着 不要 谁 还真是贵人多忘事的 昨天才约了我中午十二点的 现在就忘记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找到这里 别过来啊 不然我把你的小情人杀了 你可以试试 你 你可真够重啊 陈寒 你这小子被吓傻了吧 放心 现在没事了 刚才推我出窗的人 跟你们是一伙的 临时借来的 我手下可没怎么办 你先离开 我要去帮老大 谢谢大家 你的衣服怎么回事 别碰我 你的外套湿透了 我没事 没事了 最后一次了 我想吃你做的鸡蛋羹 好 吃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害你被抓走了 那天你和绑匪通电话时 我在旁边听着 你就看在 看在我给你当船办 这么久的份上 好好回答我几个问题 成吗 你问 将我推下去的那个人 是你们提前安排好的 时间太紧 沟通上出了些问题 他也不会办事 就将你直接丢下去 我让人在下面准备好了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可能会有绑架这回事了 你派人一直跟着我 是 是 我父母的车祸 是 我父母的车祸 是你做的 公司的破产 也是你策划的 是 为什么 她们活该 是吗 她们活该 当初是借着救过你的借口 死皮烂烈留在你身边的 我 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自作多情 Following 全都不允许 我得 我心肯定我们又是 也会很舍不得 不过现在看来 反而松了骨气 起码 不用再自我欺骗了 爸 妈 对不起 我居然爱上了仇人 我靠 老大 你是不是真的脑子里长蘑菇了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叫他住哪儿啊 你为什么不解释 你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父母报仇 什么叫活该 多说几个字能死啊 你就这么舍得让他走 丞涵 到了这个地步 你觉得他有可能留下 可是他喜欢你啊 你干嘛拿点菜刀啊 我在切菜啊 你先坐这吧 这么多啊 你来一趟不容易 这边很难找吧 是啊 我说你怎么又搬家啊 三年前搬了一次 现在又搬了 找的地方越来越偏僻 这房子里面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现在的物价这么高 能省就省 况且这里离工资近 上班也方便 对了 我下半年呢 准备来这边工作 你不是准备出国吗 还没准备好呢 反正工作一段时间再念也不迟啊 有的经验 以后再学习也比较有针对性 这可是我们说的 况且这里有你 那是你还在实习的时候说的 而且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我就是给你打个招呼而已 好吧 我知道你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最近放假呢 在你这儿住两天 看看医院和房子什么的 行啊 不过最近公司很忙 我可能没时间陪你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忙你的 成了的 现在我们这里治安很好 那些吸毒的 吃腰头玩的 我们都抓得很严 赶在我们地盘买那些东西 我们都叫他有去误会 而且我们的保护费也不是白收的 现在那些小偷还要打劫的 也绝对不敢把手伸到这儿 你刚才说我们这里治安让人放心 这 这是意外 意外 你们几个过去 走吧过去看看 是是是 谢 谢一本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操 谁干的 碰到打结了 我靠 你压那谁啊 等等 有病了 误会 这是我朋友 我知道 但是他看到你被打劫怎么不去帮忙 方小 是他救我的 那个 我是谢一北的朋友 以前认识的 是他房东的 那很好 我没打错人 打的就是你们这帮混蛋 方小 快给人家道歉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陈寒 都别站在门口了 进去吧 那个 方小 你能不能先进房间 我有话想跟他说 还有 刚才我的电脑摔了几下 你帮我看看摔坏了没 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唉 太苦逼了 这日子 真没法过了 咱们现在改行 不光是街霸 公司都办了 这事吧 让那些脑子好使的兄弟去不就成了 结果老大非要帮我报个哪门子才快班 这可苦了小爷我了 坐在教室里一动不动半个小时 这不要我命吗 那你现在也在这边待着 你呢 怎么也在这 还有刚才那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走着走着 就突然冲出几个人抢我的东西 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 我拽了下 结果他们就开始打我了 我说你难道没有常识啊 你一个人能抢过他们几个 抢了就抢了 资料重要还是命重要 我这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算了 人没事就好 幸亏你遇上小爷我 是是是 那 你现在在哪个医院上班呢 我不在医院做了 那你现在工作是什么 在外企当翻译 我记得 你很喜欢当医生的 不是吗 想趁年轻 多赚点钱 刚才那个男的 是不是你 不是 那是我以前带过的学生 关系比较好而已 关系比较好而已 是这样吗 那你这几年 有没有谈恋爱 工作太忙了 哪有时间想这些 那个 我说啊 你是不是还想着老大 你放心 我是不会回头的 我还没见到那个地步 其实后来想想 我的确是活该的 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做什么 都是我自己甘愿倒贴上去 所以 即便那次他让我当了诱饵 我也不恨他 等等 什么诱饵啊 他既然一直派人跟踪我 还安插内应 自然早知道我在哪里 隔了这么久才来 不正是将计就计 假装找我 转移那些人的注意力吗 唉 算了 反正都过去了 我也不想了 老大 老大 说了多少次 进来要敲门 无所谓的 反正老大你也不会干什么坏事让我撞去 来这么早有事 嗯 也没什么事 想勤快一点而已 有事就说 别转弯抹角 老大 我昨晚碰了小蟹了 哦 怎么碰去呢 他被人打了 我路过就见勇为来着 你严重吗 哎呦 可惨啊 路都没法走 是我把他扛回家的 什么人干的 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医院 嗯 他坚持不去 我也没办法 还好 没伤到经过 他现在过得怎样 很不好 小蟹现在憔悴得很 住那地方破破烂烂 跟贫贫窟似的 老大 我想问你一件事 为什么小蟹被绑以后 你不立即去救他 那段时间比较乱 老大 你不会真的故意把小蟹拿来当诱饵吧 不是他这么想的吗 程寒 你别问了 那件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 当初我到底在固执什么才会导致现在的局面 喂 你喝什么 嗯 喝了多少 嗯 没多少 一杯 一杯 两杯 三杯 行了行了 想想想想 把地址给我 我过去接你 我还没说完呢 谢一杯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最近过得怎么样 很好 沉门关心 陈寒说你也在这边 我就过来看看 你现在不做医生了 嗯 想换个新鲜的 好不容易忘记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面前 如果这份工作不顺利 可以过来找我 这是名片 你要是想换个地方 也可以 这名片 我不要 也不需要你跑来同情我 你恨我 我当然恨你 我又不是圣人 你爱我家破人亡 还戏弄我这么久 我能不恨你吗 我没戏弄你 也没想过要戏弄你 没戏弄 从你隐瞒一切开始 这就是在戏弄我 你知不知道这三年来 我没一天能睡好 我只要一闭上眼 就看到我父母 一连哀怨地看着我 谢 我恨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到医生 因为我不能 自从那次从楼上掉下来以后 我的手 我的手一紧张就会颤抖 眼中的时候 连筷子都拿不稳 这样的手 还怎么握手术刀 我常常在想 要怎样才能杀了你 让我好过一些 谢一北 我 她是谁 一个路人而已 你当我是傻子呀 那走吧 我们回家 走吧 走吧 究竟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呀 谢一北 你能告诉我吗 醒了 吃早餐吧 嗯 你每天起床挺早的呀 老了嘛 睡得时间短了 又算装了 我下午回去了 所以现在也没事干 要看电影吗 好啊 反正我今天没事干 幸亏没事干 不然你这个样子出去 肯定吓死人 这两只眼睛啊 宠得跟核桃一样 是吗 我怎么没感觉 那等会儿 要找个冰黛夫妇了 昨晚做噩梦了 没有啊 怎么会 谢一北 你别笑了 很假你知不知道 我就这么不值得信赖 你看 三年前你总把我当小孩子 现在我和那时候的你一样大 你为什么还是什么都不跟我说 方小 我 该说吧 不过 找个人倾诉 或许心里会舒服点吧 昨晚那个人 他其实 是我以前的朋友 老大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老大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喝酒了 嗯 没事就过来看看 老大 你 你还是别喝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还没见你和我这么多呢 我还没见你和我这么多呢 没事 老大 你该不会去找小谢了吧 老大 和他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谁 不清楚 据说是他学生 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是吧 老大 你可别乱来啊 你绝对不能动那小子 为什么 小谢那种护胆的性格 你动他的宝贝学上 他更加不原谅你了 我是对不起他 但就算时间能回头 我还是会这样做 没事老大 他那么心软 你多说点好话 他就会原谅你了 你也想他回来 对吧 嗯 那个人和你家有什么仇 要这么久都不好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多半是什么金钱纠纷吧 如果他又来找你麻烦 怎么办 如果他再来找男人 打着我 我带你走 你能带我去哪儿啊 放心 没事了 他 那天大概就是心血来潮罢了 不会再来 不会再来 谢一北 你来干什么 想看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 这边太乱了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晚上回家 我在这边有一套房子 这是钥匙 还有 我想跟你解释 其实你父母的事 当初是他们设了商业陷阱 害死我爸妈的 我只是一报还一报 至于你 我真的很抱歉 说完了 那你可以滚了 你明明可以留在我身边 伺机报复我的 为什么 你心里还有我的 滚 滚 想用这些收买我 我还没见到这个地步 我没有收买的意思 对不起 打扰了 真热 怎么了 空调坏了 嗯 老大 南区那边有点酒吧 今晚开业 你去看看不 嗯 我看老大 你找人调查小县 什么调查 就是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您这关心方式 够特别的 您平时吃什么 做什么都写的这么详细 还说不算调查 老大 你这么做管个屁用啊 还不是亲自上阵来的体贴 不想再打扰他了 我可算了 您慢慢干活 我看电视 现在插播一则快讯 据本台刚收到的消息 是地铁一号线发生故障 老 老大 一号线不就是小鞋 他 里面情况怎么样 还在小学中 家属请在外面等号 坐下 线一北 线一北 线一北你在哪儿 线一北 线一北 曾 曾白储 你怎么样 哪里受伤了 脚外牛倒了 我陪你去医院 你怎么会在这里 路过 谢谢 还是这么死要面子 说谎都不会 我说老大 您再这么每天送一个保温瓶 小谢可连睡觉地方都没了 他受伤了 需要营养 那也不用天天送吧 闭嘴 我说这小两口闹什么别扭啊 我的个天哪 天天送保温瓶 天天送水果 这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第几个保温瓶了 小谢呀 奶奶你好啊 谁给你送的东西啊 这么勤快 一个朋友 瞧你这个小脸红的 是乡下的女朋友吧 是啊 不知道 她今天有没有送保温瓶呢 那 那不是红威 她到底在干什么 难道这次她又想 我要不要告诉尘涵呢 还是打给她吧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说 关机了 算了 先跟上去看看 她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被她们发现了 手上这块砖头 能砸几个人哪 谢一辈 你干嘛这么紧张那个混蛋 隔着门 不知道能不能听清楚 小 小谢 陈寒 增白楚 老大 好运 放手 是我多管闲事 出了点误会 没事了 你上去吧 你以为是我出事了对吗 我很开心 真的 我很开心 谢一辈 我很开心 行了 放手 我呼吸不了了 谢一辈 我很开心 原来分开了三年 那份喜欢 一直没有淡过 现在 我和你 似乎越来越浓了 你最不可能开始的爱 却肠彼此融入习惯 许多事不避开明白 因为你是我的意料之外 最不受到关注的爱 这次就送到这里了 曾白楚 别转过来 曾白楚 我不恨你 但是 如果我一直都无法原谅你 我的意思是 如果 我永远也放不下我父母那件事 说不定 哪天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那你会怎样 很简单 如果你不想见我 我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等你 不管多久 我会在我的水 每一年都要 不想浪费 带我 我会在买 其实有一个 我不想好 带我 你会在买 要 Battle 他自己的在买 监睛 彼此融入习惯 习惯是不必太明白 以为你是我的意料之外 最不受到关注的爱 慢慢自信出了等待 也许或许无法更改 只等着世界将一切重担 最不可能开始的爱 却将彼此融入习惯 许多是不必太明白 以为你是我的意料之外 最不受到关注的爱 慢慢自信出了等待 有些或许无法更改 只等着世界将一切重担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